说点闲话,讲点故事,倒点常识,咱不想惊人,也不想吓人,各位听了,会心一笑,咱们相忘于江湖,一鸣不惊人,欢迎收听 我是张鸣,一鸣不惊人,今天接着开讲,今天讲的题目是莆田戏之斋 最近有一个消息是震动了往上往下,就是有一个小孩得了不治治症的癌症,非常罕见的癌症 然后被百度,从看百度介绍到一个部队医院,辅警医院里去 被莆田戏的,实际上承包部队医院的莆田戏的民办医院 完了给瞎治,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不治身亡 由于是这个莆田戏的事又再一次会翻出来 实际上这个民办医院福建莆田戏的这种灾祸也不是一天了 但很长时间就是这样,曾经过去有过报道 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叫谋财,原来是谋财,或者是谋财伤身 或者是谋财害命,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 不用说他们每一个病人都是谋财害命 但是谋财害命这样的事,他们这是常见的 就是说有病没病,反正当中去给你载一刀 就让你基本上说是治病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怎么冲你身心弄钱 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医疗界也不是偶然的 但是在莆田戏这种民办医院身上表现特别突出 于是这个民办医院的问题又被翻出来 那么其实我想到就是在新代中国啊 这个民办无论是办大学还是办医院都办得很垃圾 而且不垃圾不能生存 这个越是垃圾它越能活得还可以,还能活下去 像武田西还活得风水起,活得挺好 这个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大学也好,医院也好 以前都是最早都是民办的 最早里面最早的大学是教会办的 像森云汉大学啊 这样的都是民办的 这个最早的医院呢,其实也是民办的 你比如说协河啊,湘雅啊,花西啊 都是民办的啊,也是教会办的 但教会办的也是民办的 没有什么公立医院 那么为什么当年的时候能办得好 现在就办不好了呢 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现在就说好像你无论谁想在这个 大学教育和这个医院这个两个领域 你要是想站住脚啊 那基本上就是能采取这种 就是普天系的这种办法啊 这种用一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呢 来站住脚,来淘地统金 然后呢,可能才谈上转型 但是由于医疗它本身啊 医疗教育本身它就是一个特殊行业 如果一旦你把你的生意搞坏了 你技巧即使是转型也非常困难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公立的这个份额太大了 就是大学也好,还是医院也好 实际上都是公立的 都是国家办的 这个份额太大 那么给你的留的空间呢 虽然是政治上允许你民营来办 但是空间都很小 而且呢,非常奇怪的是 这是我特别不解的一件事 说你真的有 比如说有特别多的钱来办呢 你特别有资本雄厚的人 你还进不来的领域 你还进不来 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 这个像就讲 就像这个医疗领域吧 这个如果你要是办个民办医院 你要想不是那么坑文拐骗 不是那样的就是这个不是手段 你要想好好的办医院 那么你首先 你得必须的财大其出 你得有特别雄厚的资金来支撑你 就像我们当年 比如协和医院开始办的时候一样 那钱特别多 他并不在乎 他说他并不在乎 从这个在这个办医院来挣钱 他并首先是想 他就是想办医院 办医院来治病救人 所以说那穷人来看病呢 他还免费 所以首先你得有这个 有这个底气 就是说你首先你就是来办医院 你就是想救人的 你就是想治病的 你并不是想挣钱的 那么这样呢 你就可以先往里砸钱 有生育了之后呢 才可能 比如说慢慢慢慢办好了以后呢 才有一点盈利 那么这个期间 这个过程很长 所以你非有大资本 有大投入不可 但是在中国 你这样做很难 很难 因为当年实际上 那个就是西医刚进中国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是个空白 就是说人们实际上 虽然不相信西医 但是也并没有特别好的医院 也就是大家也就是靠这种江湖郎中 靠这些这个这些遍布中国的这种中医 成都不同的中医 那么那没有什么叫大医院 你要做手术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中医一般不做手术 所以呢 这个他不是说 你有这个市场上的这种本身这个障碍 也没有什么这个这个制度上的这种自约 但是今天我们办民办医院 其实既有制度上的自约 同时有这个就是公立医院这样一个强大的 这个势力的挡着 所以说你要想通破这个东西呢 你要想办好 要想建立这个生育 必须得有大资本 必须有很 必须必须有人舍得砸钱才行 但是因为是这样 凡是这样的资本你进不来 你再想中国办医院或者办大学 你基本上你做不到 那么只允许那些就是牟利之徒 就是想通过办医院挣钱的 通过办学挣钱的人 你才可以在里头有立足之地 那么那么这些人呢 当然就是只能是说 这个挖工心思啊 比如说开始什么 搞性病啊 搞性病治疗啊 贴这个电线杆广告啊 钻空子啊 等等的 甚至说 这个什么这个啊 甚至说不择手段引进这种梅毒啊 引进这种临病啊 然后然后给自己打开市场啊 就利用人们不好意思 到大医院去看这种 这种性病的这样一个 这种这种 这种害羞心理 然后去打开打开打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门路啊 再又是什么搞这个这个人流啊 啊 等等的 就是说 往来 往故意呢 扩大手术啊 等等 这样一些非常 呃 很龌龊的手段 来扩大自己的 来打开自己的这个门路 那么这样的 就是包括 也包括这种 就这次说这个致癌症 本来说你其实没有 你其实没有办法 还有说 包括还有说说 什么不孕不育 你其实没有什么办法 我就是故意说 我就有办法 啊 然后自觉症 然后自觉症呢 我就给你 反正你是绝症嘛 对吧 完了我就故意的 就往里面 就把你拖进来 让你 把你逼上摇线树 不断的去 去砸钱 那这种办法 实际上很缺德的 就是跟这个 呃 我们讲是跟这个医生的这种 职业本身 它是相冲突的 啊 但是呢 啊 你一下普天西 他之中怎么干 啊 那么这里头我们想 那个 就是说我们 我们就该反思了 说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 也是很可恶的 对吗 那么很多 就是像这种小资本 或者或者很多人 他其实 他想通过这种办医院 挣钱 这个本身 就是这个本身 他动机倒是 这个 其实也不可后非 但是问题是 你你放到这顶上 你放这个领域 实际上就是很缺德了 啊 你干别的行业 就是为了挣钱 是可以的 但是干医疗行业 如果是目的 就是为了挣钱 而不是为了干 干这个行业本身 它本身就是很缺德的 啊 那么你 我们现在的制度 我们现在的 这个市场环境 为什么 只能允许这样的人 或者说 是客观上 实际上 就只能是允许这样的人 在这块 风生水 混得风生水起呢 那需要我们反思了 是吧 需要我们反思了 说我们为什么 不能像以前那样 把这些 锐意想做好 医院行业的人 呃 这些 弄进来呢 让他们 就只有他们 才能挣一巴本的 去把从大医院 都挖那些好医生来 他才吸引那些 正规院校 或者海外留学 回来的 这样一些医学专家 你才可能 把他吸引进来 否则 你就像莆田系这样的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他真的是 他顶多顶多的 叫做民办医院 就是说 从大医院 挖一点什么 退休人员来 啊 这已经了不得了 啊 所以说 我觉得 如果说 我们这个民办医院 还有民办大学 如果是还是按照 这个路子去搞 这个环境 还不能得到改善 那么可能 我们像莆田系 这样的这种灾祸 中国还绝不了 一鸣不惊人 今天就讲到这